開車組的小確幸 年關將至中油宣布 春節前後兩週時間油價只跌不漲 幫民眾收好荷包 而同樣關乎民眾荷包的 還有基本工資 明天調漲 是有共識認為說CPI應該完全反映 但在經濟成長率部分 當然勞方分享 但是他其實也承擔了很多生產上的成本 元旦開市基本工資從25250塊錢 調漲成26400元 時薪也從168元上調至176元 調付約4.56% 不過也得動國民年金投保率 從9.5%到10% 一般被保人每個月要多付大約144元 另外2023年也被稱為是國民法官元年 年滿23歲符合條件的中華民國國民 有機會坐上法官席 民法法定年齡也下修 只要年滿18歲 就算是完全行為能力人 要負起完全的民事責任 討論了30多年 終於在109年8月份 國民法官法已經正式成為我國的法律了 想要把家中汽機車Ti就換新 現在也是好時機 元旦開始針對購換電動車 包括空母補助 減碳獎勵等 最高可以領到15000塊錢 電動機車也有根據不同的車型最多補助一萬元 鼓勵民眾把交通綠能化 新的一年開始先弄懂心智才能守好自己的荷包 巴拉新聞綜合報導